我就马上贴图贴什么 然后他到现场马上跟我联络 那这个不管速度也好 效率也好 实在我真的要讲 所有的群组里面最好用 为什么里长会大赞台电建立的 赖群组沟通呢 原来是一次的里区危机处理 让李纯玲里长大赞台电服务效率与品质 在群组反应事项几乎是秒回应 缩短与工部门的距离 其实我讲一个例子 就是前几天的台风 对 那一个李明跟我说 因为我里内很多大树 那有一个树枝很重 它不是整颗树稿 只是一个树枝 压到你们的台电的电缆线 可是再一阵风也许整个就好了 那李明就带给我 我当下不瞒处长讲 我在想说我要打1911咧 还是1999 还是直接请委员的主任 是不是时间上会说的会更快速 结果我想诶试试看 真的是踹踹看的 不满明所我的心态 要接受考验 对 我就踹踹看 没想到你们的承办秒回 收到 这个我要给他肯定一下 我不知道那个承办是哪一位 出长我要跟你讲 他马秒回 那我想秒回大概要拖个一两天 因为我们别的什么公务群组会这样 没想到第二天早上 他的电话跟我联络 里长点点电已经完成了 太感谢太感恩了 所以这个群组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这我一定要肯定 我看你们1911可以撤了 台电北市区处 110年就建立民意代表赖群组 分别有立委议员及里长群组 由巡修部门主管担任群组版主 里长常在上面反映停电 路灯不亮 孔盖不平 施工时间安排等问题 透过群组 值班人员及时回应与处理 公开透明的联阵服务 获得里长们赞声 这店里突然间的 今天晚上停电了 刚才晚上七点多停电 大家在家里 震热的都回到家了 开了冷气了 一停电了 在公告群组上面就 马上就及时反应 值班式的就回了 我们已经知道了 车子在路上了 你知道这样子跟你们讲 车子已经马上就到了 讲完没有五分钟 车子到巷口了 你说他们有说到我们再反应 李明就会觉得说 透过里长 直接跟台电反应 这个就不用透过立委 去跟议员去协调 请议员来打电话给台电 然后再请台电派车到我们这边来 这个串材不是说议员不好 是因为跟台电的互动 所以我们让很多新的里长 新当选里长 每一次的里长新当选以后 他这一届当选以后 他知道怎么反应 知道怎么去沟通 知道怎么让李明知道说 台电的运作 这个赖的群组的运作 群组也提供台电即时讯息 像是台风来临时的 防台相关工作 停复电抢修进度 计划性停电通知等 方便里长掌握 停电时间通知李明 当然我们也了解说 我们第一时间 接触到这个停电通知 我常常同意 我们当然讲究要快 可是我们要体谅 现场停电的市民 所以我们内勤的主管 一定要第一个时间 告诉现场里长 最新的讯息 最新的进度 然后到了现场 现在我们能够拍照的 都传回最新的相片 给里长 因为有图围镇 有图围镇说话是最清楚的 有很多的拍相片 那甚至说 很多的困难度 我们用短片 也入了解说 下面的真实的情况 因为很多人讲说 为什么会修那么久 那我们会拍一段短片 现场因为地下挖开 我们台北市都是下地 工程的困难度 让李明也知道当地的情况 那这样下来 我们老实讲 我们这三年 我们台北市的供电品质 停电的可靠度也提升了很多 改善了很多 这里停电了 它抢修完了 不是这样就结束 他们就会派工程车 一个礼拜来两次 每个点再多查 那需要哪些换东西的 不用停电的 他们就去检测 所以我们每次停电通报 看到他们以后 他们那天停电完 复电了 可是第二天第三天 他们都还是到线上来 都不是抢修完就没他们的事 而且他们进来规划 这个地方要增加什么 这地方应该怎么做 就是说我们知道事故点 虽然我们复电抢修 但是我们就是因为这个点 就要去找这个地方的 线路有没有改善空间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 昨天才发生 找里长来了解说 这个地方可能这里有大楼 或是这里用户变多了 用设备变多了 那我们这个地方可能要再少一个地方 扩增或改善或抽换那个电纜 那另外一个改善工程 就可以设计出来 那里长也知道 为什么我们要改善 因为他知道 前一阵子这个 前几天发生这个事情 所以事实上台电 尤其在我自己在大群组里面看到 真正发生突然间停电 然后抢修的速度都非常快 几乎大概两个小时 大概就可以抢修完 重点是他们这些频率 越看越少 他们现在通知我们的 都是有工程 都是计划性的工程 让里长知道 一个礼拜前就知道 我下个礼拜起 我们哪一条巷子要停电 哪一条要做什么工程 我在前一个礼拜我就知道 那我就可以去协调 去通知我所有的 被影响到的住户 他们就会减少他们的民怨 这个公开透明的双向沟通管道 提供即时危机处理 同时强化供电服务品质 也是廉政成效的展现 记者汪郡台北报道 我们下期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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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到